普通铁路一样 建造高速铁路 同样需要缝山开路 遇水驾桥 但在实现列车高速运行的前提下 在大江大河上修建高铁桥梁 面对的是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这是又一个跨越长江的工程奇迹 在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 人们用最大胆的想象 最完美的设计和最尖端的技术 为京护高铁筑起过江通道 南京城外 万里长江的下游 江阔水深 航运繁忙 为让高速铁路跨越大江 建设者建造了一座巨型钢铁拱桥 大圣关长江大桥 大桥全长9273米 为六跨连续钢腾拱桥 三座主桥墩在滚滚大江中 支撑起桥梁巨大的深区 主桥墩间的最大跨度达到336米 在时速300公里以上级别的高速铁路建设中 这是当今世界跨度最大的铁路桥梁 桥面一侧铺设双向并行的高铁线路 另一侧为双向并行的上海到成都的快速铁路线 除此之外 南京地铁八号线分别布设在这四条铁轨的两侧 在桥面上铺设三种设计速度的不同线路 总计六条轨道 这是世界上赫载最大最复杂的铁路桥 能够同时跑六列火车 就是说六列火车可以同时三桥开 这是在我们世界上也是首屈一致 就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支撑巨大的贺载 大桥建造对钢材料的性能 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大跨重载高速 要求材料的性能 疲劳性能 忍性指标 尤其是任性指标 焊接性能 一定要经历起大桥服役的安全 不能出问题 承担大桥建造任务的中铁大桥局 向武汉钢铁公司发出求援 共同研发一种高强度高韧性 同时焊接性能良好的新钢种 这无疑是一次挑战 因为提高钢材强度和改善焊接性能 难以见的 在钢材中 碳是起强化作用的一个重要元素 但只有降低碳含量 才能改善它的焊接性能 我们这个钢的 它的碳含量 最低只有0.02% 一般是集中在 0.02%到0.05% 这么低的碳含量 怎样来保证它的强度呢 这样呢 我就还要通过添加一些 其他的微量的合金元素 来保证它的强度和其他的性能 最终研制出的新钢种 每平方厘米能承受4.2吨的压力 除了强度超强 韧性也非常好 而且碳接性能优异 在中国桥梁建造史上 这是新材料应用的又一次创新 建造大圣关长江大桥 耗费了30多万吨钢材 和126万方混凝土 消耗的混凝土 是南京长江大桥 长江二桥和长江三桥的组 2012年国际桥梁协会 将这一年度的乔治理查德森大奖 授予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 这是国际桥梁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 伴随着中国从桥梁建造大国 迈向建造强国 高速铁路的建设者 在桥梁工程领域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如同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 是京故高铁的第一桥一样 北盘江大桥 则被誉为护空高铁第一桥 它能否如期建成 直接制约着护空高铁的全线关头 护空高铁从上海一路爬升到中国大西南的云贵高原 从海平面一直到海拔两千米以上 其中的地质地貌千差万别 就像一个地质博物馆 护空铁路畅困这一段来看 应该说是冲散菌铃 底性非常复杂 底质载海贫乏 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地质条件 设计师们尝试在北盘江上建造一座巨型拱桥 它的主跨度将达到445米 借助坡度80度的山体建造拱桥 主跨的树立点支撑在陡峭的山体上 这是一个非常稳固的结构 但要完成它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高耸入云的两座大山之间 修一座大跨度拱桥 建设者首先需要在拱桥的两端 修建两个桥座 施工人员必须从两侧山体 开挖出巨大的拱桥底座 并浇注混凝土 随着大桥底座的完工 建设者们开始了整个桥梁施工 难度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工序 拱圈的施工 拱圈是一个个钢结构 从两端的孔座 一次在空中对接完成 首先要把拼接好的钢结构 用大型载重车 把它运送到拱桥下方的施工平台 再由吊机把它运送至空中对接 每一个组件重大15吨 比一架波音737的重量还要大 所以只有河拢了 它形成一个整体稳定的 刚性的结构 它整个拱圈才是安全的 如果在河拢之前 有任何闪失 那一旦整个桥梗垮下去 就是美国大片 那就是历史的罪人 桥梗越修越高 拱圈组件面临高空中 强风的威胁 在90月份的时候 它那个风是很大的 它是瞬间的这种 局部气候影响的时候 它就会在局部挖那种 类似于龙卷风一样 设计师们开始着手 拱圈最大贺载风动试验 在西南交通大学的风动试验室 设计师放入缩小比例的拱圈 进行风力试验 以检验它的最大抗风性 我们在风洞里面 模拟了它风速很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桥梁的一个位移 和它的自己本身的安全的储备 和一个整洞 一个整幅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桥没有风呢 是可以的 拱圈河拢 决定大桥建造的成败 但自然界中 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 譬如气温 却直接影响着合拢的精度 一旦设计师计算失误 最后一组组建 将无法实现密合 拱圈就完成不了拼接 整座拱桥 势必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 钢结构对温度是非常敏感 你知道这种拱桥的伸长和缩短 会导致桥面的起伏 对于火泥土结构来说 它对温度就不那么敏感 可能它的变性就要小 2014年1月12日 施工人员开始安装最后一个组建 当组建完成吊桥 工人们进行焊接 它的最后一个接点 被用耐久螺栓紧紧密封 拱圈合拢了 这一天也成为大桥建造中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高铁桥梁的承重 远高于公路桥梁 并且钢结构容易受温度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往钢结构和外地面 灌注高强度水平 2015年11月19日 大桥主体结构 完成最后一方混凝土的胶筑 北盘江大桥就此宣告贯通 北盘江大桥 是钢筋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境 高铁桥梁最大跨度 大跨度桥梁刚性控制等 一系列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书写者 标志着